今天要分享的禮俗語 叫做 這句是出租三二經 其實現在來說 就是感覺有比較重重的 對老爸來說有比較重重的 但是以前的教育 因為這句話是以前的話 以前的教育就是 爸爸都以身作則 你如果要生這個兒子 就是要扶起教育的禮俗 不要只給牠吃 給牠養 給牠穿 結果都不想牠擱 讓牠這樣農留 因為自小孩爸爸媽媽 就是小孩的模範 牠就是用腰看腰 不腰自己想 你如果沒有作一個好的模範 給牠看 牠到最後又汙汙歧途 其實就是北部的禮俗 為了 可以把牠們跟牠們